台中渔市场从晚上11点开始大型车辆进驻 忙着卸货 仔细看从停车场到里头的交易区都贴了这布条 丢弃飞本场所 保力龙垃圾鱼肚罚2万 通知单上还明白写着 违反者每次罚2万元 任何人都能检举 奖金高达八成有16000元 重赏之下果然有人被检举了 因为乱丢饮料罐 得上缴2万元罚金 气得像工会抱怨 这里根本找不到垃圾桶 而且怀疑市场管理人员才能看监视器 只有他们才有机会检举拿奖金 台中渔市场一年的交易额超过22亿元 另外管理费也上看6000万 一年6000多万的管理费 都是供应人 承销人 鱼饭们上缴的钱 他们不满缴这么多钱 这鱼饰场却连垃圾桶都没有 我告诉你 设了垃圾桶 清洁人员他们说他们整个受不了 家用垃圾偷偷偷地拿去 晚间直击鱼饰场情况 地上的确有不少垃圾 管理人员强调 管理费不包含清洁费用 它不是政府机关 它是公司 所以它不需要经过你同意 它可以这样做 当然可不需要同意啊 公司管理啊 但这罚金却比废弃物清理法 乱丢垃圾 处1200到6000的罚还要高出三倍以上 民众或者是公司外部的人员要做处罚 一定要依据法律 所以行政法有规定说 关于行政法上义务的违反 一定要用法律或自治条例 才能加以处罚 律师说 鱼饰场可能涉及民法179条的不当得利 只要被罚的不是鱼饰场员工 可能可以提告请求返还 程销人工会则认为 鱼饰场要做的是管理 但这种撤掉垃圾桶 再来抓乱丢垃圾者 他们看来就是想方设法 要欲民正利